大家好,我是鼓手HeiHei 我是雞蛋精肉餅的創團鼓手 以及我已經打了15年鼓 最近這幾個星期我正在玩一件事 覺得挺特別、挺好玩 之前都沒有試過 就是幫郭文輝先生的Documentary 去做一個配樂,只是鼓的配樂 很感謝玩完激戰後 KB就帶我們幾個女生一起去參加這個項目 是第一次四個女生在一個錄影區 叮叮咚咚,鼻鼻巴掌 錄一些配樂的東西 天天錄到凌晨幾多點 是很有火和很好玩的一件事 開始學音樂,我想跟香港很多小朋友一樣 都是給家長指使我們去學音樂的一開始 由幾歲開始就要你學琴、老老 但是我自己最大的興趣 都不是在中學的方面 雖然我也有在中學中學的時候 之後我就開始自己去 真的由自己主動去找想玩的音樂 就會是我去學木結他 然後去學打鼓 然後就找到原來我最喜歡的 是一些沒有音的東西 只有節奏的東西 就是打鼓 我覺得可以四肢都運用來玩 就好像跳舞一樣 很捨不足度、好好玩 整個人真的用身體來表達一種情緒 表達一個音樂、故事 學鼓的原因就有趣 本來我沒有想過要學的 但是適逢我見到我妹妹 無緣無故去學打鼓 當時她好像是十一、二歲左右 她去學打鼓 然後我就覺得 這麼有型的這個人 然後回來看她的書 我說挺有趣的 古譜和琴譜不同 我馬上很開心 因為我很討厭琴譜 然後就跟著來 自己試試打空氣鼓 然後就覺得 我打到光了 既然我打到光了 我覺得這麼有型 這麼好聽 為什麼我不去學呢 就變成我都學了一份 其實鼓手 有幾個世界級鼓手 我都很喜歡 例如是Bennie Greb Georgio Mayer And Canals 但是影響得我最深的 就一定是我老師Travis 因為是他將這個世界介紹給我的 之前我也跟過很多老師去學打鼓 但是跟完他之後才發現 原來打鼓是什麼一回事 什麼叫做學習打鼓 什麼叫做欣賞音樂 我都是在他身上學回來的 其實音樂突破這方面 好像每一刻都在發生 因為我自從組了一隊樂隊 叫做雞蛋精肉餅之後 我們的路途都很驚喜 好像是很有運氣 很開心一起享受一些東西 之後又會得到人賞識 這件事是很順暢的 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 有一條這麼順暢的路 去幫自己慢慢去涉獵很多東西 譬如我們可以去到不同的國家的末節 而每次去不同的音樂節 我們都會發現 原來這個國家的文化是這樣的 他們這樣對待音樂 每一次我們都會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而對我個人最大的突破 就是參加了ViuTV的激戰節目 因為我以前很怕比賽 怕輸 很怕別人怎麼看我 所以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打鼓的比賽 今次我參加這個比賽 就是想一次過打破我所有人性的弱點 又或者自己有一些內在的矛盾 我很想一次過打破它 所以我就參加這個節目 當中就有導師去一路教導我們 又有組員去互相鼓勵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間每一次的小比賽 去到最後最後的比賽 都幫我打破了很多 譬如我不想玩 不懂玩 或者未試過 沒有想過自己會去玩的風格 速度 那些東西 我都覺得是很難得的機會 電鼓的誕生 在我自己的角度裏 電鼓的誕生是為了便利而發生的 譬如好像電結他 它不是為了便利的 它是為了一個聲音而誕生 但電鼓它是為了你可以很方便 可以在一個很小的地方 在一個不會吵人家的情況下 都做到自己的練習 又或者是一個不是那麼能夠 即比較有限的場地的時候 你做個performance 聲音都可以很漂亮 都可以製作到應該有的觸感給大家聽 我覺得它是幫助了人類 打破了一些規範 電鼓我之前都有打過不同的牌子 銀行 我覺得Roland的TD27KV 它的特別之處有很多 因為它是叫做中高階的鼓彈 其實它的功能都很高階 譬如我首先很喜歡它的Snair 因為鼓手 逢是看到Snair都很開心 電鼓本身最不喜歡的 就是看到一塊塊東西 很不掌真 又很沒手感 但它這個Snair是仿真 十四寸 有一點厚度讓你看到 英俊 邊緣也很漂亮 所以你打起來已經忘記了自己在打一個假的軍鼓 我覺得這個功能已經很好 而且當你擺一隻手在鼓面的時候 再打那個Rim的時候 就會變成Cross-Stick的聲音 又或者你可以隨時去教它的Tuning 大小聲 高低音 其實這些都很棒的 另外一個我最喜歡的功能 是可以即時每舊鼓件 去調整它的Touching 調整它的鬆緊度 大小聲 你可以做到一個Internal Balance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電鼓 你扭要哪套 哪個Drum Set 但你不能扭到中間 哪一套大小小 就做不到很個人的Touch 的感覺 還有那個Mix 有時會 嘩 那套大小聲 但那些Touch沒有聲音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不用擔心 我覺得現在的流行音樂市場 是逐漸明朗 而且越來越多元 其實之前都不會這樣看 經常都會有些人說 我彈以死 但是這一兩年 真的越來越看到 有很多新的歌手擁言 有新的電視台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歌手 很年輕的 很有型的 偶像派也有 實力派也有 跟之前那幾年 真的越來越不同 那個良性競爭 是很帶動到氣氛 還有之前經常都說 Indie Indie 跟劉幸那些不同 但其實已經慢慢的線 是差不多了 其實流行只不過是多人聽 你做到多人聽 你就已經是流行曲 已經很多Indie Band都做到 我這件事很開心 我對回小朋友的氣氣說話 你現在走的路 大致上都對的了 你乖乖地走下去 但是最好呢 都勤力一點點 你如果勤力一點的話 我現在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by bwd6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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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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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